这里有水族馆啊 这个我还可以 那你几时到啊 我对人说见那个人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张博之和谢霆锋的感情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的 张博之和谢霆锋虽说是闪婚 但是两人的感情确实比蜂蜜还甜 张博之和谢霆锋之间是有两个杀起儿子 儿子当来依旧是不影响两人的感情 两人依旧是以爱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眼中 这样大家都非常地看好两人的感情 都说夫妻生活冷冷自知 张博之和谢霆锋的感情在外人眼里是非常恩爱 但因为结婚以来 两人因为工作原因时长剧少离多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生活中的矛盾日积越累 越积越多 导致两人对彼此逐渐没有了感情 最终走向了婚姻的结束 如今两人已经离婚11年了 谢霆锋由于工作原因搬到了上海居住 而张博之为了儿子能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也搬到了上海生活 张博之和谢霆锋这些年是很少联系的 当然也是很少聚与儿子陪伴 如今和儿子的关系并不好 再次谢霆锋追问张博之 儿子愿意和我一起居住了吗 不俩听到这话的张博之立即回应一句 他们非常不愿意和你一起居住 张博之的回答太真实了 可见谢霆锋平常没有付出 如今也没能得到儿子爱 对此大家怎么看儿子不愿跟谢霆锋居住一事 欢迎留言评论